中国人财富自由的八个阶段,看看你处在第几个阶段。 第一阶段,菜场自由。 过年半年或面对市场里各种好吃的,可以想买啥买啥。 拥有菜市场自由应该是现在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。 第二阶段,饭店自由,随时随地都可以品尝美食。 想去哪家饭店,就去哪家饭店,想点什么就点什么。 只考虑好不好吃,不用考虑价格。 第三阶段,旅游自由。 假期的旅游自由应该是大多数人的梦想。 想去哪玩就去哪玩,住最好的酒店,挨最贵的仔,开心最重要。 第五阶段,学习自由。 学习自由主要体现在既有钱又有闲。 自己进修或者是子女升学的时候,可以在全世界自由选择学校,找最好的老师,不用考虑学费高低。 第六阶段,工作自由。 到了工作自由这个阶段,工作的目的不再是为了赚钱,更多的是因为兴趣爱好和社交需求。 工作方向也不以挣钱为导向,而是为了丰富人生和获得成就感。 第七阶段,医疗自由。 有了医疗自由,几乎就是在生老病死的问题上实现了自由,生病的时候可以获得最好的医疗条件。 只要人类医学能实现的手段都可以用上,不用担心医疗费用。 第八阶段,住房自由。 住房自由应该是所有人的终极梦想,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住在任何地方。 想买多大的房子就买多大的房子,不用计较房价高低。 最后做个小代言,大家到了哪个阶段了? 欢迎留言讨论。 这个小代言,我们下来烧着。 现在的小代言,我们下来烧着。 谢谢大家